国内知名的电控箱制造厂 它研发了不少高品质的电控箱组合箱 而这些产品呢 不仅仅受到国内电子厂的肯定 它的品质更深受欧美各个国家的青睐哦 所以今天生活百分百节目 就要带各位观众一起去看看 台湾在制造电控箱这方面的经验与实力咯 国内知名的电控箱专业制造厂 创立于1987年 主要经营各式高品质电控箱 组合箱等产品的开发和制造 凭借着多年来的深厚经验 加上专业技术 以及对品质的坚持 所开发出来的电控箱及组合箱产品 深受客户的肯定与支持哦 在1987年本来开始创业 就是以追求跟国际接轨为目标 所以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到现在 就是希望能跟国际接轨 累积二十几年的制造电控箱经验的业者 以创新的态度及追求品质卓越的精神 垫地了市场扎实的根基 而随着科技产业的发展迅速的同时 电控箱的需求量也相对的增加了 为了提供给客户最好的服务 业者也不断添购先进的机器设备 并且延览优秀的研发人才 精力开发符合业界需求的新产品 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以能达到IP等级防水防尘的功能来讲 是不容易达到的 业者新推出的IP55 冷发套一体成型防水防尘组合箱 主体是以管状版组合成型 结构性强不容易变形 而独立调整角座与相笛前后 各配上一组补强杆特殊设计 可用拖车板任意移动方便搬运 IP55组合箱设计 不论是骨架、门板或是底板的独特设计 都已能达到安装简单容易 拆卸方便为目的 通过TUF IP55认证的 冷发套一体成型组合箱 各项创新功能的研发技术 也获得台湾多项的专利 而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国时 可运送到目的地、再新组装的优点 也得到不少国际客户的青睐 大大提升国际竞争力 这是我们公司生产通过TAF IP55认证的一个产品 也就是所谓的组合箱 我们的东西就是 最主要是在结构的强度 这个是通过台湾发明专利的 所以说在强度结构上 就高于一般的电控箱 甚至进口的电控箱 一般的电控箱在搬运上 会造成箱体的变形 所以说我们在底部加了前后两支保护杆 让你们的成品之后到现场的运输过程中 不会受到箱体受到外力的 因为冲击而产生变形 一般箱体的底座 它都是在里面固定甚至调整 我们箱体的设计在外面调整 就是到现场之后可以保持它箱体的水平 我们这个发泡是从德国进口一笔是混合笔的PU发泡 它的寿命10年至20年 耐温可以从互10度到正40度的常温 不会启程变化 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双门的设计 这个我们加一个防水护盖上下 这样的话水不会从这个空隙中直接跑进去 近几年电控箱制造业者 除了持续为产品注入新的创新研发能量外 也超向自由品牌的发展 希望延续企业的理念与价值 长久以来台湾没有自己的品牌 与电控箱来 其实这个是很大市场的一个东西 而且没有年代的限制 就是10年前20年前都是一样的 不会很大的变化 但是最主要是你的产品的精致 还是它的强度 还有它的防水防塵能力 我们自认为有这个能力外销 所以在未来几年我们会着力 努力打开国际市场 创造台湾的品牌 以专业的技术与高品质的服务为后盾 电控箱业者正在以雄厚的实力 积极拓展事业的版图 往国际化的脚步迈进 相信未来并能在国际市场上 发挥潜力建立品牌的能见度 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